那其他的话还有什么地方呢 就是冒号当人叙述的开始 另外的话呢 如果你要注解的话 什么叫注解 就是前面加一个所谓的警字号 假如说呢 你将来你只要输出什么 输出这个底下这两个 这两个不要输出的话 记得你可以在前面加一个警字号 这个就你们要发现 加了警字号之后 它这个城市就变灰色 意思是说不执行 那这边也加警字号 这样子也不执行 不过呢 如果说你假设 你要加警字号的非常多行的话 我教各位一个比较快的方法 比如说这三行 通通要注解掉的话 有个很好的功能 就是说你看一下 Ktrl加上那个斜线 斜线的话 它的位置是在 右边Ship的 右边Ship的那个右边 不跟左边的那个按钮 把它Ctrl键加斜线 这样子的话 它三个一次就注解了 因为你如果很多行 你如果假设一个一个慢慢加警字号的话 哇那太花时间了 另外还有说 如果突然间我输出结果之后 发现我要让它可以恢复的话 那怎么办 很简单 再按Ctrl加斜线 它又恢复了 所以Ctrl斜线就是注解 再按一下 又恢复 不是注解 OK 这个蛮重要的 因为以后 常常我们会 可能有好几种写法 但是我不确定说 这个我是不是 删掉我以后 能不能再找到 所以有的时候 把它保留 保留的话 可以把那个区段 悬起来 Ctrl加斜线 注解起来 OK 所以请各位 试一下 两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 推字元 所以刚刚我主要用 双引号跟换行 第二个的话 就是利用Ctrl加斜线 这个斜线 可能找一下 对这个斜线 正斜线 另外呢 Tab加 Tab的话 就是缩排 缩排可能非常注意一下 因为未来 缩排也是程式一部分 没有缩排也不对 其他不用指定变数 这个刚刚有讲过 就是变数 如果你丢什么给它 它就是什么 所以这两个部分 45页跟46页 那这个部分做完 待会我们就要 接着来看 那个逻辑判断的部分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所以刚刚的话呢 我们主要就是 把那个 加上双引号 所以第一个 你可以练习 如何在三个前面 加上双引号 第二个就是在那个 Hello World 把它前面加个换行 反斜线N 所以这边加一个 反斜线N 再来就是说注解 注解记得最快的方法 就是Ctrl加斜线 如果你加了 请字号在前面的话 那一行程式 就表示是注解 那如果你要取消的话 就是再按Ctrl加斜线 这招还蛮重要 因为以后 程式写多了之后 你要一行一行注解 太大会时间 我会认识 我会认识 那是什么 我会认识